大马刘台联总会长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是1979年 在那个时候中学毕业之后 要升大学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选择 不像现在的话 有很多学院 还有很多双年课程 那时候学生的选择 我记得班上的学生 他们有一些到英国 加拿大 尤西兰澳洲之类的国家 可是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家境不怎么样好 到这些国家说实在的时候 没有这个能力 我在家里面的话 我们有七个兄弟姐妹 三个男的 三兄弟 都准备要升学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的话 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的 首先在学费方面来说 相形之下是比较经济 那另外的话 最重要点是说 那时候我是读中生 到台湾升学 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能够延续 接受中华传统文化 在台湾也能够学到 一个非常完整的 传统的中华文化 再加上经济各方面的话 所以那时候我中学毕业之后的话 就随着那时候我大哥 其实已经比我之前 到台湾去升学了 所以我毕业之后的话 就也没有做考虑 就到台湾去升学了 那到台湾的时候 会不会受到很多的冲击 比如说那边的文化 还是那边讲话的方式之类的 刚开始是会有一些的 刚开始因为整个来说 语言方面我们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说刚开始不太敢开口讲话 因为我们说的腔调不太一样 因为开口人家觉得 怎么怪怪你哪边来的 这种感觉 语言方面有差距 可是在书写方面 对理解方面来说的话 其实并不见得有太大的问题 像我在班上的话学 国文课的时候 写的作文的话 也曾经被老师表扬过的 OK 那当时去到台湾念书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不能够适应的东西是什么 那时候刚开始的话 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是18岁左右 离乡背景 而且突然间去得那么远 那让我感觉到 我最怀念的是我的父母 私乡 乡愁 那是让我们那时候去到的 很多都会有这种感觉 那怎么克服 还好就是说 一般上说 像我去的时候 我是跟一般同学去一起参加联考 所以还有一群同学跟我一起去 所以平时大家还可以在一起结解闻 虽然说理想背景 可是身边还有一些熟悉的朋友在一起 那个过渡时期 其实是蛮重要的